大家好,我是飞哥 今天来分享一道广西十大名菜之一 排名数一数二的高峰柠檬鸭家庭版的做法 做这一道菜,最正宗的做法是用柴火罩来做的 如果家里面有柴火罩的同学 最好用柴火来制作更为正宗 鸭子的选择最好是用120天左右的鸭子 太老了咬不动 小料准备有生姜切片 生姜能够很好的去腥增香 酸姜也切片 酸姜能够很好的提升菜品的味性 红黄泡椒和酸椒头分别改刀备用 准备两个至少泡了两年以上的柠檬 去掉籽、剁碎 一定要去籽,否则就会发苦 再准备一些泡好的山黄皮 去掉籽和柠檬碎放在一起 蒜米粒准备一碗 碗里面加入一块腐乳 两大勺白糖 鸡精、生抽、蚝油 猪蚝酱 搅拌均匀调整料汁 再准备一碗我们制酿的米酒 热锅、凉油 下入鸭肉 开中火煸炒 炒干水分 煸出鸭油 直到隔壁小姐姐都闻到香味了 再把鸭肉倒出来 把锅冲洗干净 倒入鸭油 下入生姜片和蒜米 炒至微微发黄 下入鸭肉 翻炒均匀之后 放入调好的料汁 再次用大火炒出酱香味 加入一碗米酒 一碗水 大火烧开之后 盖上盖子 转中火 焖煮10分钟 放入酸椒、酸姜、酸椒头 再次把它翻炒均匀 盖上盖子 再焖5分钟 5分钟以后 大火收干汤汁 下入柠檬碎和山黄皮 大火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一道菜 在广西的各大酒楼 与大排档 都是非常好卖的 酸辣开胃 百吃不腻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